将一根玻璃棒放在金属支架上 随后使用火焰枪点燃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 随着玻璃逐渐被烧红 一旁的灯泡竟然就此被点亮 这究竟是怎样做到的呢 其实视频中的这根玻璃棒便是导电玻璃 在寻常情况下 普通玻璃都是绝缘材料 可只要在其表面镀上一层导电膜 就能让它具备导电的性能 这种玻璃的特点是电阻小 岂能导电 对人体还没有伤害 它的成分中含有碱性氧化物 在金属支架的连接下 出现点亮灯泡的情形 而且像这样类似的情况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能遇到 以液晶显示屏为例 当我们接通电源后 屏幕便会随即被点亮 呈现出能供我们观看的精彩内容 这一点所依靠的也正是导电玻璃 除此之外 如今我们使用的智能手机也是如此 在以前的时候 绝大多数智能手机采用的都是电阻屏 想要使用这种屏幕 需要给屏幕施加足够的压力 而它其实可以被当成一种传感器 通过按压的方式 使得两块原本不会接触的屏幕连接在一起 通过电流之间的信号传输 就能让人们完成相应的操作 而反观电容是触摸屏 它采用的则是一块四层复合玻璃屏 在玻璃屏的内表面和夹层中 都各自涂有一层导电膜 当手只触摸到金属层后 由于人体的电厂 用户和触摸屏之间会形成一个偶合电容 因此便能完成相应的操作 相比于电阻屏来说 电容屏的使用更贴合我们如今的生活 在生活中 无论是门窗又或是电器上的玻璃 它们都是不导电的 但在一些特殊领域 导电玻璃却能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些用特殊材质制作的导电玻璃 可以用来充当飞机的挡风玻璃 这一点确实是其他玻璃无法比拟的 在建筑行业中 人们大多会用到透明的导电玻璃 这些玻璃的特点都是具有较高的透光率 它的膜层对于光的透过率能达到90% 将它应用成建筑玻璃 不仅能满足基本的采光需求 而且凭借导电的特性 还有着诸多潜在的应用方向 就比如利用透明导电玻璃 制作大面积的太阳能电池屋顶 它可以使整座建筑的全部能量消耗 都来源于屋顶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导电玻璃并不是玻璃本身能导电 而是依靠着玻璃表面度上的金属薄膜 甚至人们可以在加热的玻璃表面 喷涂金属氧化物导电薄膜 将它变成导电玻璃 使得玻璃拥有导电的能力